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班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我們在Reddice還沒有更新的這一天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獨自模式 很久沒有看了啦 只不過今天一個新血來潮開了一下我們的獨自模式 打了這麼一局 欸發現其實還是跟以前一樣啦 那我這邊竟然都打了嘛對不對 狀況我覺得也還算不錯 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因為還是蠻多人在問的啦 那我的最終排版呢 還放在右邊 我們最後是打到第40回合 花了賺了7個幣 然後呢是8000塊 因為每10關會有幣啦 所以打到40關能夠過就OK了 再上去的話呢就是要50了 那這個地方可能目前為止很像很少 在這個遊戲獨自模式而言 很像只有一次吧 只有輕鬆的50幣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輕鬆過 好啦那我們的排版方式很簡單啦 反正一開始就先把所有的錢都給他拿出來 有礦山有吸收 那優先升級的話呢 我覺得礦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吸收一開始 他的怪物實在是死太快了 所以要吸的話其實也沒得吸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吸收可以先去合成一下 畢竟一新的話是完全沒有用的 只要合成吸收就好了 剩下的話呢就先不要動了 因為畢竟我們的火焰呢 等一下變成召喚 那我們的電閃可以動一下 如果今天電閃沒有的話 因為我們電閃數量要多一點 等一下變成颱風 算是我們的主力攻擊閃 因為現在前面怪物攻擊力還算低 還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那把颱風給他升上去之後呢 又可以有一段悠哉的時間呢 只不過這個悠哉的時間 也有一個小砍 這個遊戲就兩個砍 只要有颱風打過第18關 還有那個陰陽出來的時候呢 你的小丑跟交換要把陰陽給點亮 那基本上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只要到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保底40啦 因為到40之後呢 我們的陰陽就消失 陰陽消失的話 整隊就沒有攻擊力 就也不用做任何的動作了 好啦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我們的颱風 欸應該叫做颱風吧 暴風 槍風 槍風骰給他升到滿等 讓他傷害高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你會說 那混亂要升級嗎 因為等一下變成成長骰 以SP而言的話 其實可以稍微升一下 因為到時候我們的傷害一定會不夠 而我們前面的礦山 其實給我們的SP也已經夠了 在這邊的話呢 其實SP就不用再存了 除非就是後面特別碎 然後沒有辦法把成長給他拉出來 然後成長又都 又都沒有拉出成長啦 這樣就會有點尷尬 好啦那我們現在到第14回合 我這邊先用出了暴風 反正等一下我們的版面一定會被弄亂啦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的去搞 去搞那個賭博骰子 不是賭博骰子 賭博骰子 那我們你看被轉完之後 賭博骰子出來了 那傷害就回來了 那很好嘛 因為剛好賭博骰子一大堆 就全部給他變成成長骰子 這邊的話呢 就要盡量的瘋狂去拉星數了 因為我們的星數要夠高 等一下打第18關才不會有問題 這邊算是第一個砍 因為這個小王的傷害 血量有那麼一點多 如果你的強風星數不夠高的話 可能會就這樣爆掉 不知道這個版本什麼時候會再給他調整一下 如果給他調整好的話 應該可以再更香一點點 那強風的話呢 在這邊版面也讓他盡量留多一點點 因為強風就是等一下的陰陽 稍微留多一點之後呢 基本上應該就沒有任何問題了 那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版面上 總共有18星的強風 18星的強風這個狀況 很像就已經足夠了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能夠多打幾次 或是讓我在這一局多玩幾次的話 應該就可以知道說最少最少要幾星強風 在這邊才算是無腦過 因為我打了兩場 第二場的話呢 我有第二場是選擇用上了弓箭再配上軍獵 看有沒有機會讓陰陽給選到最後啦 但是那個難度實在是太高了 我個人建議還是算了 欸當然有的話呢 如果你願意錄下來的話是OK啦 但是我覺得那難度應該是不太可能 能夠過去的就對了 好現在到第25回合這邊魔物獅 把我們的颱風給他炸掉有一點尷尬 那我這邊呢還是不斷的去拉星數 大致也要注意啦 就是我們那個陰陽的部分 陰陽只要沒點亮的話 只要颱風一消失 那那個陰陽沒點亮那個傷害有多爛 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這邊也算是第二個門檻 第二個門檻的時間扣打還算蠻多的嗎 好啦不過說多但是也不多 剩下最後的三回合了 打完獅子 我們的颱風就要給他連呈現了 這樣的話轉成陰陽才會直接給他點亮 但是這個時候點亮其實有點不妙 因為可以看到我現在點亮的只有一星而已 有點尷尬 雖然說我有交換可以幫忙一下 但是人家不對 不過其實 欸沒有欸 我這邊好像完全沒得換欸 就算我把一星的交換拿過去也不行 我把五星的颱風 喔 其實我可以換五星欸 我現在才看到欸 果然是要旁觀者才清 我只要把五星跟五星的交換 跟五星的颱風換過去的話 就會變成我的四星的颱風 跟一星的颱風 都會點亮 那這邊的話就絕對絕對 沒有任何問題 畢竟有小丑交換的話都還好 那我這邊怎麼處理的呢 欸我們雖然說只有一星 而且被獅子吼完之後呢 有一點可惜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又再給他召喚出來了 其實這個風險是沒有必要去承擔的 因為我前面就已經可以把他點亮了 好啦這邊有點可惜 但是沒有關係 至少我們這邊就完完全全點亮 點亮之後呢 就在盡量不要湮滅的情況下 來看一下能不能再多點亮幾顆 但是其實也沒有什麼意義了啦 對其實沒有意義了 因為你不管點亮幾顆 到後面你的傷害都會完全的沒有 你要靠著弓箭骰跟裂痕骰打到後面 不太可能 你要靠弓箭骰跟裂痕骰打這邊 我覺得那個難度也算有一點高 那我個人覺得就算了吧 那如果你今天要用槍骰的話 我覺得也算有點危險啦 因為你的槍骰在這裡 沒有辦法持續太久 而且那傷害也跌不上去 所以我就沒有把槍骰納入考量了 好現在到第29回合 那這邊的話就完完全全就是放置流了 只要放著就可以了 那唯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欸沒錯 反正這個緩速也沒有要注意了 真的是完全沒有要注意了 如果你今天用上了弓箭骰再配上裂痕 然後再配上暴風雪跟沙子 或許很像也可以打到陰陽的部分 只不過這邊也要注意一下就是 如果你到最後那個陰陽來不及點亮 也會完蛋 欸也會完蛋 好吧這個東西就之後再說 如果後面陰陽點亮的話 或許真的是可以走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好啦現在到第34回合 我們把奇妙的感染骰給他拿出來了 感染在這邊 那也是很早期的事情 早期的話呢 感染骰只是最神最神的一顆骰子 因為那時候大家傷害都不高 而感染的方式呢 只要感染到一個怪物之後 打破他地上留下一道傷害區域 那個傷害區域怪物走過去就會有傷害 是非常殘忍的一顆骰子 只不過就都沒有被加強過 所以就再也不會有人去用他了 算是一個不生唏噓的骰子啦 陪伴大家度過前期的骰子 現在就這樣沒人在用他了 好啦那我們這邊把弓箭骰選出來 但是弓箭沒有任何的搞頭 我們就直接給他到第39回合 我們的陰陽就要消失了 不過他是第39回合才打掉啦 所以我們可以到第40回合的時候才會掛掉 好啦第39回合 我們的傷害還算是非常可以啦 如果他有一個方式可以選擇不變的話 應該是可以給他打到50的沒有問題 主要就是因為他要一直強迫你改變啦 所以有那麼一點點的麻煩 好啦現在到第4回合 我們這邊就沒有任何的意義了 剛好是一個重力王 對方又會不斷的在搞 那這樣子能怎麼辦嗎 那其實完全不能怎麼辦 只能隨著重力王去搞 而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簡單的去合成而已 那合成的話有用嗎 很像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就算我們的傷害有給他疊上去 緩速也有給他超級超級緩 但是能夠嗎 是完完全全沒有辦法的 就這樣 好啦該進去了 他緩速實在太久了 這應該是緩到極限的啦 就是所謂的80% 現在是原本速度的20%而已 好啦最終我們在第40回合的時候結束了 總共是拿到7幣跟8000金幣 我覺得狀況還算可以 當然如果你要KING的話 就跟剛剛說的嘛 就是你前面在我們選交換跟陰陽的時候 選擇 弓箭跟裂痕 只不過我覺得這真的有點硬就對了 真的有點硬 好啦這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至少 裂痕